县咯 县煮的生蒙海鲜 是不少老饕到海港边玩的 必备形状 但小心并从口入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生寒 疑似就与生食 生蚝 还有生鱼片有关系 经过这个疫调 发现是说它在潜伏期间 曾经有到北部的某鱼港 食用生蚝跟生鱼片 因此也不排除 可能是因为生食这些食品 造成的伤寒的感染 目前它还在住院治疗当中 之后还会安排后续的检验 这一名北部20多岁的女子 在2月2号腹泻呕吐就医 11号发烧之后 13号就医才检验出了 伤寒感菌确诊 两位友人也有类似的症状 因此推断可能是因为 一到两周前吃的生食海鲜惹祸 由于伤寒主要透过 受到伤寒感菌污染的 水跟食物传播 因此洗手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比较让专家担心的是 今年首例本土麻疹个案 从2月12号发烧到 16号收治隔离病房的期间 接触人数多达199人 都要观察到3月4号 而在呼吸道疫情部分 诊所的人潮从开工之后 就没有停过 这一波流感合并新冠的疫情高峰 比农历年前还要更高 单周的就诊人次将突破13万人 开雪跟灯会的一些大型活动 都有可能会再持续上升 我们推估是在下一周 2月底 或者是下下周 3月初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春节后的 另一波高峰 在流感的部分 单周的就诊人次 有可能会达到 11到13万人 在新冠的部分 则可能单日的就诊人数 会上看1.2万人 都会可能比过年前的高峰 是来得相当 甚至有略高的情形 疾管署预估 这一波疫情高点 将落在2月底到3月初 加上近期 同时感染混合病毒的患者 也增加 呼吁民众有症状 还是先就医 自行买药服用 只会延误病情 八大新闻和平 李松原采访报道 铃声帮方式 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铃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优优独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